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东方征选的股价大跌和其内部的混乱局面。 东方征选的股价在6月3日盘尾,跌超10%,于明洪更坦言公司目前状况乱七八糟。 更令人担忧的是,自从董宇辉离开后,东方征选的直播风格大变,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质疑和失望。 于敏洪在与物美创始人张文忠的对话中表示,自己受到了网络负面评论的巨大影响,并透露将远离生意场,专注于个人生活。 而东方征选的粉丝量和销售额自2024年初以来持续下滑,仅2月份以来的厂均销售额都在750万至1000万之间。 与此同时,董宇辉在离开东方征选后,带领宇辉同行团队创下了1.2亿元的销售额,显示出他个人的带货能力依然强劲。 此次直播活动取得了惊人的观看人数和点赞数,文具抖音小时榜和带货总榜第一。 东方征选能否在失去董宇辉后,重新找回曾经的辉煌? 于敏洪能否在继续探索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为公司找到新的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近,东方征选的老板于敏洪再次回到了聚光灯下。 不同的是,这回他不是在自己的直播间,而是出现在物美创始人张文忠的直播间。 聊到新奇时,张文忠还提到向于敏洪学习直播带货的经验。 听到这话,于敏洪大笑着说,东方征选现在也做得乱七八糟的,真不好意思跟你提建议。 好家伙,这自嘲的能力也是一流,于敏洪还顺便涂了下苦水。 说过去一年里,自己在网上受到的骂骂、指责和侮辱,比他一百倍子加起来还多。 于是,他决定不再拼命工作,要多花点时间游山玩水,不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 这一番佛系宣言差点让人以为他要去修道成仙了。 南京新闻数据显示,自2024年1月9日与灰同行正式开播的,以来,东方征选的粉丝和销售额都出现了下滑,掉粉一百一四二万,月均销售额从未超过一千万元。 这数据简直和股市的跌幅有得一拼。 截至6月3日收盘,东方征选的股价大跌近10%,报16.52港元股,总市值缩水到170.2亿港元。 不得不说,这个618的直播带货风格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原本口碑爆棚的东方征选,现在被网友们吐槽得体无完肤。 有人在酒派新闻的评论区里嘲笑,这才是东方征选的真面目,不撞了。 不少观众怀念过去那个有文化的直播间,纷纷感叹,全网最有文化的直播间咋变成这样了。 于敏洪在去年3月的证券时报采访中还曾坦言,他看不起那些买买买的嚎叫直播。 他心中理想的直播应该是心平气和的讲解产品,传递知识。 回忆起第一场直播,他说,当时我拿着地图和历史书,把每个产品背后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大家说,不是来买东西,而是来听课的。 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带来多少销量,但于敏洪依然坚持了下来。 而就在东方征选陷入困境时,东与辉带领的与辉同行团队在深圳南山举行了一场名为科技想象。 遇见未来的专场直播。 据深圳商报报道,这场直播在20分钟内就收到了近万份订单,整场累计完成60万单,销售额超过1.2亿元。 你没看错,这真的是亿不是万。 真是让人怀疑董雨辉是不是拿大顶了,销售额飙升得这么快。 这场直播不仅采用了室内定点带货,还包括了室外直播演出, 借助董雨辉的头部主播影响力向全国网友推荐了深圳南山的文旅和热门科技产品。 整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数接近2000万,点赞数达到了惊人的2.3亿次。 这数据简直堪比春晚,文具抖音小时榜,带货总榜第一。 看着董雨辉如此风光,不禁让人想起去年底那次让他几乎翻车的小作文风波。 2023年12月26日,董雨辉的新账号《雨辉同行》获得平台认证。 认证信息显示为,雨辉同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而这家公司,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 看来,董雨辉不仅在直播间里风声水起,背后还隐藏着强大的新东方阵营。 在这场风云变幻的直播江湖中,于敏洪和董雨辉的故事简直像是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个是满腹诗书却被市场冷落的如伤,另一个是靠着一嗓子喊,就能掀起千层浪的带货王。 究竟哪个打法更有效,恐怕还得让市场说了算。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于敏洪的文人气质,还是董雨辉的销售爆发力,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娱乐和思考。 总之,东方甄选和雨辉同行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如刀光剑影的江湖,各自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看这两部商战大片,简直比追剧还要过瘾。 在股市的波动中,谁也没想到,东方甄选会像一只失控的过山车,突然来了个急转直下。 6月3日,港股市场一片欢腾,恒生指数涨了1.79%,恒生科技指数也蹦到2.53%,比亚迪电子、腾讯控股、美团等公司都纷纷上涨,股民们笑得合不拢嘴。 然而东方甄选却如同被人泼了一盆冷水,股价下挫近10%,市值缩,水到170亿港元。 就在这关键时刻,于敏红的东方甄选乱七八糟的言论,也火速占据了微博热搜。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股价估计是被于老师的话给误伤了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于敏红的功劳。 他在物美创始人张文忠的直播间现身,当张文忠提到向于敏红取经时,于敏红却自嘲到,东方甄选做得乱七八糟,我哪有什么本领可叫。 他还谈到了自己在网络上的经历,直言这一年来,他被谩骂指责侮辱的次数比自己一百辈子加起来都多。 于老师甚至表示,打算远离生意场,准备游山玩水,不再纠缠于纷争。 当然也有不少人觉得,东方甄选股价的暴跌,不仅仅是因为于敏红的神来之笔。 据南京新闻消息,自与灰同行直播间开播以来,东方甄选主号的粉丝量和销售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从1月9日到现在,累计掉粉112万,2月份以来,连续几个月厂均销售额都不超过1000万元。 更糟糕的是,最近东方甄选还面临一些法律纠纷,赵某与东方甄选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新增开庭。 公告原告是赵某,案件将在6月13日开庭审理。 此外,东方甄选关联公司因为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被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罚款1.3万元。 4月15日,东方甄选还发了一篇声明,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布东方甄选南美白沙相关谣言,严重损害了商与,并对部分客户造成困扰。 刘江发布的二氧化流超标七倍言论,无中生有。 东方甄选表示已经取证,并将采取法律手段捍卫公司权益。 不仅如此,东方甄选还被MSCI中国指数剔除,这更是让公司雪上加霜。 MSCI中国指数公布的最新审核变更结果中,剔除了包括东方甄选在内的56指成分股,这一变化从5月31日收盘后正式生效。 要说,余敏洪这位真性情企业家也是遇到了不少考验。 今年1月24日晚,东方甄选公布了2024财年中期业绩,虽然总收入为27.95亿元,同比增长34.4%,但净利润却只有2.49亿元,同比下滑57.4%。 这份增收不增利的成绩单一出,股价在三个交易日内下跌了超过20%。 今年以来,东方甄选股价累计跌幅已超过40%,市值蒸发了110亿港元。 不仅股价波动大,东方甄选的直播风格也在发生变化。 6月1日,董宇辉走后,东方甄选直播间画风变了的话题冲上热搜。 视频显示,直播间的主播开始卖力摇喝,您都来了,买一单再走吧。 结束语也变成了321上链接。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终于逃不掉变成321上链接了。 天啊,我看到李佳琪的影子。 甚至有人表示,321是于敏红最讨厌的模式。 于敏红去年3月曾坦言,自己看不起那些买买买的嚎叫噪音,认为直播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对产品进行讲解并传播知识。 第一场东方甄选的直播是他亲自上阵,虽然卖的都是中国最贵的农产品,但他拿的地图和历史书把每个产品背后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当时的评价是,不是来买东西,而是来听课的。 于敏红对此表示满意。 然而,现在的直播间似乎已经背离了于老师的初心。 对于这种变化,有人解释说,之前那种知识性直播带货是冬与辉的个人风格,不是东方甄选的独特标志。 冬与辉走后,这种风格无法复制,所以东方甄选的直播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去年底的小作文风波后,冬与辉成立了与辉同行直播间。 1月9日首秀时,最高在线人数一度攀升至380万。 短短三小时内销,售额就突破了1.5亿元。 目前,东方甄选在抖音平台上的粉丝为3038万,而宇辉同商的粉丝为1920万。 虽然粉丝数相差近千万,但宇辉同商的带货能力明显更强。 数据显示,东方甄选前三个月的销售额分别为5.57亿元、2.28亿元和2.86亿元。 而宇辉同商同期的销售额分别为8.8亿元、4.50亿元和6.26亿元远超东方甄选。 4月,宇辉同行,凭借5.8亿元位居抖音带货月榜榜首,东方甄选以1.9亿元排在第9位。 在这种情况下,东宇辉带领与辉同商团队在深圳南山举行了一场直播,为南山科技以及相关市区品牌带货,整场直播累计完成60万单销量,销售额超过1.2亿元。 东方甄选的股价暴跌,直播风格的转变,以及东宇辉的离开,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公司正经历着一场不小的风波。 谷民们不禁要问,这次东方甄选还能否东山再起? 于敏红的游山玩水计划是不是提前开始了?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最近,东方甄选的老板于敏红再次回到了聚光灯下。 不同的是,这回他不是在自己的直播间,而是出现在物美创始人张文忠的直播间。 聊到兴起时,张文忠还提到向于敏红学习直播带货的经验。 听到这话,于敏红大笑着说,东方甄选现在也做得乱七八糟的,真不好意思跟你提建议。 好家伙,这自嘲的能力也是一流。 于敏红还顺便涂了下苦水。 说过去一年里,自己在网上受到的谩骂、指责和侮辱,比他一百倍子加起来还多。 于是他决定不再拼命工作,要多花点时间游山玩水,不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 这一番佛系宣言,差点让人以为他要去修道成仙了。 南京新闻数据显示,自2024年1月9日与灰同行正式开播以来,东方甄选的粉丝和销售额都出现了下滑,掉粉一百一十二万,月均销售额从未超过一千万元。 这数据简直和股市的跌幅有得一拼。 截至6月3日收盘,东方甄选的股价大跌近10%,报16.52港元股,总市值缩水到170.2亿港元。 不得不说,这个618的直播带货风格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原本口碑爆棚的东方甄选,现在被网友们吐槽得体无完肤。 有人在酒派新闻的评论区里嘲笑,这才是东方甄选的真面目,不装了。 不少观众怀念过去那个有文化的直播间,纷纷感叹,全网最有文化的直播间,咋变成这样了? 于明洪在去年3月的证券时报采访中还曾坦言,他看不起那些买买买的嚎叫直播。 他心中理想的直播应该是心品契合的讲解产品,传递知识。 回忆起第一场直播,他说,当时我拿着地图和历史书,把每个产品背后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大家说,不是来买东西,而是来听课的。 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带来多少销量,但于明洪依然坚持了下来。 而就在东方争选陷入困境时,董与辉带带领的与辉同行团队,在深圳南山举行了一场名为科技想象。 遇见未来的专场直播。 据深圳商报报道,这场直播在20分钟内就收到了近万份订单,整场累计完成60万单,销售额超过1.2亿元。 你没看错,这真的是亿不是万。 真是让人怀疑董与辉是不是拿大顶了。 销售额飙升得这么快。 这场直播不仅采用了室内定点带货,还包括了室外直播演出,借助董与辉的头部主播影响力,向全国网友推荐了深圳南山的文旅和热门科技产品。 整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数接近2000万,点赞数达到了惊人的2.3亿次。 这数据简直堪比春晚,稳居抖音小时榜,带货总榜第一。 看着董与辉如此风光,不禁让人想起去年底那次让他几乎翻车的小作文风波。 2023年12月26日,董与辉的新账号与辉同行获得平台认证。 认证信息显示为,与辉同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 看来,董与辉不仅在直播间里风盛水起,背后还隐藏着强大的新东方阵营。 在这场风云变幻的直播江湖中,于敏红和董与辉的故事简直像是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个是满腹诗书,却被市场冷落得如伤, 另一个是靠着一嗓子喊,就能掀起千层浪的带货王。 究竟哪个打法更有效,恐怕还得让市场说了算。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于敏红的文人气质,还是董与辉的销售爆发力,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娱乐和思考。 总之,东方甄选和与辉同行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如刀光剑影的江湖,各自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看这两部商战大片,简直比追剧还要过瘾。 在股市的波动中,谁也没想到,东方甄选会像一只失控的过山车突然来了个急转直下。 6月3月2,港股市场一片欢腾,恒生指数涨了1.79%,恒生科技指数也蹦到2.53%, 比亚迪电子、腾讯控股、美团等公司都纷纷上涨, 股民们笑得合不拢嘴。 然而,东方甄选却如同被人泼了一盆冷水,股价下挫近10%,市值缩矣,随到170亿港元。 就在这关键时刻,于敏红的东方甄选乱七八糟的言论也火速占据了微博热搜。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股价估计是被于老师的话给误伤了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于敏红的功劳。 他在屋美创始人张文忠的直播间现身,当张文忠提到向于敏红取经时,于敏红却自嘲道, 东方甄选,做得乱七八糟,我哪有什么本领可教。 他还谈到了自己在网络上的经历,直言这一年来,他被谩骂指责侮辱的次数比自己一百倍子加起来都多。 于老师甚至表示,打算远离生一场,准备游山玩水,不再纠缠与纷争。 当然,也有不少人觉得,东方甄选股价的暴跌,不仅仅是因为于敏红的神来之笔。 据南京新闻消息,自与灰同行直播间开播以来,东方甄选主号的粉丝量和销售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从1月9日到现在,累计掉粉112万,2月份以来,连续几个月,厂均销售额都不超过1000万元。 更糟糕的是,最近东方甄选还面临一些法律纠纷,赵某与东方甄选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新增开庭。 公告,原告是赵某,案件将在6月13日开庭审理。 此外,东方甄选关联公司因为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被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罚款1.3万元。 4月15号,东方甄选还发了一篇声明,曾有人在网络上散布东方甄选南美白沙相关谣言,严重损害了商与,并对部分客户造成困扰。 刘江发布的二氧化硫超标七倍言论,无中生有。 东方甄选表示,已经取证,并将采取法律手段捍卫公司权益。 不仅如此,东方甄选还被MSCI中国指数剔除,这更是让公司雪上加霜。 MSCI中国指数公布的最新审核变更结果中,剔除了包括东方甄选在内的56指成分股。 这一变化从5月31日收盘后正式生效。 要说,于敏洪这位真性情企业家也是遇到了不少考验。 今年1月24日晚,东方甄选公布了2024财年中期业绩。 虽然总收入为27.95亿元,同比增长34.4%,但净利润却只有2.49亿元,同比下滑57.4%。 这份增收不增利的成绩单一出,股价在三个交易日内下跌了超过20%。 今年以来,东方甄选股价累计跌幅已超过40%,市值蒸发了110亿港元。 不仅股价波动大,东方甄选的直播风格也在发生变化。 6月1日,东雨会走后,东方甄选直播间话风变了的话题冲上热搜。 视频显示,直播间的主播开始卖力要喝,您都来了,买一单再走吧,结束雨,也变成了321上链接。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终于逃不掉,变成321上链接了。 天哪,我看到李佳琪的影子。 甚至有人表示,321是于敏洪最讨厌的模式。 于敏洪去年3月曾坦言,自己看不起那些买买买的嚎叫噪音,认为直播应该是心评气和地对产品进行讲解并传播知识。 第一场东方甄选的直播是他亲自上阵,虽然卖的都是中国最贵的农产品,但他拿着地图和历史书把每个产品背后的故事讲给观众听。 当时的评价是,不是来买东西,而是来听课的。 于敏洪对此表示满意。 然而,现在的直播间似乎已经背离了于老师的初心。 对于这种变化,有人解释说,之前那种知识型直播带货是董与辉的个人风格,不是东方甄选的独特标志。 董与辉走后,这种风格无法复制,所以东方甄选的直播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去年底的小作文风波后,董与辉成立了与辉同行直播间。 1月9日首秀时,最高在线人数一度攀升至380万,短短三小时内销,收额就突破了1.5亿元。 目前,东方甄选在抖音平台上的粉丝为3.38万,而与辉同上的粉丝为1920万。 虽然粉丝数相差近千万,但与辉同上的带货能力明显更强。 数据显示,东方甄选前三个月的销售额分别为5.57亿元、2.28亿元和2.86亿元, 而与辉同上同期的销售额分别为8.8亿元、4.50亿元和6.26亿,远超东方甄选。 4月,与辉同行,凭借5.8亿元位居抖音带货月榜榜首, 东方甄选以1.9亿元排在第9位。 在这种情况下,东与辉带领与辉同乡团队在深圳南山举行了一场直播, 为南山科技以及相关市区品牌带货, 整场直播累计完成60万单销量,销售额超过1.2亿元。 东方甄选的股价暴跌,直播风格的转变,以及东与辉的离开, 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公司正经历着一场不小的风波。 股民们不禁要问,这次东方甄选还能否东山再起? 于敏红的游山玩水计划是不是提前开始了?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 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